抛开俗套,咱们聊聊那个深夜心情崩溃的刘涛 还有他的大款老公王科 最近网上炸开了锅,说王科又蹲了二十亿坑 事情一出,各路网友开始议论纷纷 有人觉得他太不值,有人心疼他 还有人唆使他踹了这个包袱 虽然真相未明 但刘涛和王科的婚姻历来不是个省油的灯 一直被外界打上婚姻金沙的标签 刘涛前不久发了一条深夜微博 立刻引发了关于他婚姻问题的猜测 稍后,又有人开始质疑王科是否再次背上巨额债务 面对这些舆论,刘涛不得不出来辟谣 深夜有些心情低落,原因是他父亲离世 王科也在微博上发声 对不起,没照顾好你,没保住爸爸 虽然这兴奋一下憋屈的感觉 可以把外界言论暂时苛浅 然而,对于这场始于奢华婚礼的豪门婚姻 早就颠沛流离了好多回 咱们回到2008年 那一年刘涛和京城四少之一的王科邂逅 而后的20天里就火速办了个豪华婚礼 王老板王科当时身家百亿 就花了400万让刘涛体验了一次 极尽收华的婚礼 各式各样的豪车大排成龙 纳姆后花絮可是让人择舌不已 婚礼上刘涛宣布退出演艺圈 坚定地表示要在家庭中做个贤妻良母 当时看似童话的开始 还有着无限可能 然而生活常常远离童话 事业瞬间轻浮 金融危机重创王科的财富 身上背了一堆债务 与业之间百亿身家变身负义拒债 面对事业的崩塌和巨大的精神压力 王科开始失眠 头疼不已 不得不依赖药物入睡 当时刘涛正怀着孩子 他为了不连累丈夫和未出世的孩子 拒绝了多次离婚提议 而且他默默承担更多的家务和照顾 甚至把王科的药物秘密换成维生素 不仅如此 他还会陪她散步 陪她看球 用心去分担她的痛苦 在刘涛的清新降料下 王科慢慢好转 然而命运的捉弄 而刘涛生产的那一天 王科突然昏倒在地 口吐百磨 抽搐 情况危急 及时的医疗救治 才将他从死亡边缘拯救了回来 这次的生死考验 让王科彻底放弃了依赖药物 开始重新踏上工作的道路 刘涛也一直陪在他的身边 耐心支持 渐渐地王科慢慢走出了阴霾 当我们询问刘涛时 他只是淡淡地说 在那个时候 我一直心疼的是他 看到这儿 我们不得不赞叹他的毅力和坚韧 为了帮助王科偿还债务 隐退娱乐圈的刘涛决定付出 他成为了业界的拼命三娘 连续四年 他不辞辛苦 接了25部戏 最终偿还了丈夫欠下的债务 外界对他的这种执着表示怀疑 有人不明白 为什么他要委屈自己 用这种方式帮丈夫偿还债务 然而刘涛对此并不感到后悔 反而表示感激这段经历 因为他让他们更加珍惜对方 他的眉目中充满了笑意 似乎从未有过抱怨和后悔 事实上 他对待这段经历充满感慨 认为这些困难和挑战 使他们更加懂得珍惜对方 或许很多人会质疑他的于真于忠 但他似乎毫不在乎 因为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内心选择 不管外界如何评论 他都不受世俗观念的左右 他坚信 婚姻的意义在于内心的坚守和珍惜 在他心中 家庭永远是第一位的 这是他的信仰 他认为只有愿意坚守和共苦 婚姻才能长久 这一切的观点都源自刘涛小时候的经历 他在外婆家长大 外婆是他最亲近的人 传统而勤奋 六岁时他回到了父母身边 但由于父母忙于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他 更不用说给予他关爱了 因此他从小就学会了独立和勤劳 无论是挑水 洗衣 买菜 他都能胜任自如 当他成为文艺兵的三年里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 参加日常军事训练 学习唱歌 跳舞 还要干各种农活 从挑水到种菜 养猪 应有尽有 无怨无悔 即便后来进入演艺圈 他的勤劳和坚韧也没有改变 参加真人秀《花儿与少年》时 他以井井有条的行李整理 赢得了百宝箱的称号 在旅行中 他总是忙碌不已 规划行程 携带药品 甚至连同行的小伙伴 都不禁提醒他歇一歇 在拍戏时 他习惯于在开机前调整状态 准备情绪 以充分利用时间 有几次他从马背上摔下来 身上多次受伤 但他总是坚持拍摄完毕 然后再前往医院 他投身直播界 创下了一场成交额超过2.2亿的记录 甚至曾经连续直播11个小时 凭着执着和坚韧 他在业界被誉为铁娘子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他总是迅速解决问题 不会纠结太久 所有这些经历塑造了 刘涛坚韧不拔的性格 他不是那种生来强大的人 而是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 他坚韧不拔的品质 使他坚持改写命运 他是一个非常坚韧的人 但也有他脆弱的一面 正是因为王柯理解刘涛的坚韧 所以他宠爱她 在他面前 刘涛可以卸下所有的伪装 变成爱情里的小女人 他了解了刘涛的努力和细心 欣赏她的持家能力 他能做到大事小情面面俱到 不想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他会耐心地开导她 让她歇息片刻 无论他正在做什么 只要察觉到刘涛想要出去散步 他就会放下一切陪伴她 他也会关心她的健康 备有药物 但也会抱怨 只要你不舒服 我也会感到不适 虽然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细节 但它们构成了他们的生活 虽然刘涛和王柯之间 有许多琐碎的事情 但正是这些细节 让他们的婚姻充满温馨 在外面承受了多少苦难 只要回到王柯的身边 一个拥抱 一切都变得美好了 可是 现在你可能会问 王柯到底有什么魅力 让刘涛如此死心塌地呢 可能是因为他懂 他心疼 他坚韧而坦荡 也可能是因为刘涛爱 他守护 他不再追求虚化的爱情 而是一份真实的依赖 刘涛的态度一直都很成熟 他知道家庭是他的根本 如果没有家庭 一切都没有意义 他也明白 要维系一个家 要过上踏实的生活 就需要付出努力和坚守 婚姻不仅是爱情的结晶 更是一种责任 是两个人共同守护 和珍惜的承诺 刘涛和王柯的故事 告诉我们 婚姻不是一番风顺的童话 充满了挑战和困难 但只要相互理解 相互扶持 婚姻就能走得更远 刘涛和王柯的婚姻 是建立在 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的 是一份珍贵的情感纽带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 我们常常被外界所迷惑 容易被一时的冲动所左右 然而刘涛和王柯的坚守和珍惜 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德 这个故事深刻地反映了 坚韧不拔的品质 和家庭的真正价值 在外界的诱惑和压力下 他们依然相互支持 一起走过了婚姻中的风风雨雨 这种坚持和珍惜 值得我们深思 也值得我们学习 来看下来